首先我跟林康正手上的牌 其實是拿不知為何要逃回來的 因為看到馬一送一 我想他的心態就是 即是暴升天的地方開閘 誰知道原來這個不是 在我們大師一看 這個是五雷令 這個五雷令是什麼 原來是練茅山的人收五雷法勇的 這麼巧合 小弟正是茅山的愛好者 當然我是愛好者 我沒有說是茅山的 因為我覺得很多小法術是我喜歡用的 譬如說不放屁 或者放屁不臭 很多小法術 吞魚骨 那你要教一下拜登 沒有辦法 他活躍機態 不是他經常放屁 甚至乎賴屎